大家好 这段时间我这里有足够的温差 白天晚上的温差达到了10度 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我这颗蝴蝶兰开始萌发花芽了 这两颗冒出两个花芽 有足够的温差 我们还要给它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养分了 要想蝴蝶兰开花 我们一定要给它充足到磷甲肥 这样它才能有足够的养分去开花 开出品质高的花朵 大家看一下这些白颗粒的 和根系结束都不会烧根 其实就是这个长相毛肥 一直以来都给大家分享的 用来给兰花、蝴蝶兰、粗花 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能促进它花养分化 开出的花朵大 而且花色新叶还能延长花期 最关键的是 和根系结束都不会烧根 特别适合一些伸手的花油 好了 喜欢蝴蝶兰的花椰们 这段时间有足够的分叉 我们认真的去养护 它就能快速的长出花芽 开出漂亮的花朵 好了 再见